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跟以往最大的不一样 这次选择面向东海 台海在冲绳 日本的基地首都在日本基地展开 夺空桃冶炼 而且日本要获得美国的战斧巡洋导弹精准的攻击 日本派出到中国的间谍也在增加 今天各位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朝鲜最近的激连射射导弹 美国 日本 韩国激连分析中发现了朝鲜的导弹 并不像朝鲜吹嘘的那么强悍的攻击力 但是核弹头确实有打击力 但多项技术实际上并不完善 还要关注一下台湾今年的汉广演习曝光 包括最新的规划 包括所谓台北大中枢的巩规 包括最新的登陆演练 台湾除了反登陆 反解放军登陆 也要演练登陆 登陆作战 包抄作战 今天各位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美军的批牌 高调的戴上记者闯入中国的西沙 被解放军战机带旦驱 美军说在南海这样的事 今年已经20多次了 必然今年可能会擦枪走火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 现在关注一下日本要向美国 购买这个战斧巡航导弹 最新的情报 以往日本多次的放风 说要向美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这次日本首相岸天文雄 公开的在国会承认 相应的情报的细节 首先提到要买400枚 终于说出这个数字400枚 而且特别提到编列专门的预算 2113亿的日元 相当于122亿的港币 购买每支的战斧巡航导弹 当中披露更多的特点 第一个 这次购买的这个导弹 如果根据日本的预算 美国如果稍微打点折的话 最多可以购买500枚 500枚或者400枚 另外是一次性购买 并不是分几年分期的 就是一次性把四五百枚的 战斧巡航导弹提供给日本自卫队 第三 美国这次要提供给日本的 将是最新型号 我们知道美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 大家都很熟悉 在海湾战争对伊拉克作战当中 精准地攻击过地面的目标 但是这次要给日本提供的 是2021年最新的版本 2021年美军海军最新升级的版本 要提供给日本 另外特别提到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公里以上 可以在低空掠海 或者在掠地形 匹配地形的起伏的掠海攻击 另外可以精准地在导引之下 注意精准导引攻击 这跟稍后我们提到 日本间谍是有关系的 要有精准的导引攻击 另外对地面的阵地 军事的基地和目标展开攻击 特别是日本说 一旦获得巡航导弹之后 能够有效地针对敌方的基地 展开攻击 说是反击 但更多是日本的所谓先发制人打击 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背离了 日本的和平宪法 和专守防卫这个国策的 但日本说不管那么多了 现在要买到这个导弹 而且重点是针对朝鲜和中国 还有俄罗斯的阵地 特别提到未来一旦部署 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很大威胁的 日本这个导弹如果部署在九州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地图 部署九州的话 实际上中国的东北 华北的大部分的地区 包括首都北京 天津 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 如果它部署到冲绳 部署到冲绳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华中 华东甚至广东甚至香港 都在这1600公里的 射程的覆盖范围之内 对中国的沿岸 甚至众深内陆的基地 都有打击的威慑 另外如果部署在军舰上 我们知道军舰是移动的 军舰如果前移逼近 逼近到中国的近岸 它打击的众深内陆目标众深 会更加的深入 这个是威胁 日本已经咄咄逼人的威胁 另外提到日本这个精准攻击 需要有相应的目标的坐标和定位 这也是最近我们发现 过去这几年 日本在中国派出的间谍 大量的增加 现在最新情报说 过去这10年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公开的披露 已经有20多个日本的间谍 被中国军方 包括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 包括中国官方 是拘捕 甚至是趋力出境 我们注意到 真正的数字还远不止这些 日本一直是强化谍报的 而且日本对于中国的情报 可以说是从明朝开始 几百年以来一直深入 要侵略中国的野心当中 就有情报收集 另外日本的情报重点 针对中国 针对朝鲜 针对美国 针对俄罗斯 而且日本这几年 特别过去这10年 在中国大陆的间谍很多 分布在各个省区 在地面上活动 为什么活动呢 刚才提到 坐标啊 定位坐标很重要 日本这些间谍呢 以学者 记者 游客的身份 在中国各地游走 带上先进的电子测备 绘图设备 测绘设备 拍照定位 而且特别提到呢 他们被抓的时候 还说呢 只是在寻找矿产 寻找温泉 你跑到中国来 寻找什么温泉呢 但实际上 是测绘定位目标 所以要发现 可疑的日本间谍 也要举报啊 举报给国家安全机构 另外 中国的军事基地 军港 还有阵地 包括火箭军阵地 都属于高度机密 闲人误尽 拒绝日本间谍啊 严重的警惕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别报 据香港明报报道 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山东城 青岛市的东北方 65公里一处 沿岸地区开展的 大规模的天海工程 分析详细 正在建造一个 由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航空兵使用的基地 网上的这张卫星图片 可见在青岛市 辖下的寂寞区 有天海工程 这个基地面积 大约4.5平方公里 2020年9月份 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 展开了天海的工程 最新的卫星图片 可以清晰地 看到两条的跑道舰场 分别长约2800米和600米 而主跑道和华星岛之间 还设有6个直升机坪 华星岛在西面海发现 有机库大型的地址 大约宽了50米 最新的军事分 相信如此大型的机库 很少在柱纳城 现有的空军基地出现 不过在南海南沙群岛 曾经被发现过 加上长长的跑道旁边 还有直升机坪的出现 而且这个新的天海式的基地 距离解放军的 辽宁号的航母的母港 只有120公里 所以分析相见 它属于解放军的 海军航空名的新的基地 可能是用来训练 航母舰载战机的训练基地 而且基地当中 还有一个80米高的山丘 当中有一面 设有类似入口的 隐秘的设施估计 山丘内部 还接受有强化掩体 另一方面 中国大陆官方的新华社发布 中国海军全面启动2023年度的 招飞选拔首次 在地方大学生和大学生 视频当中选拔海军的 舰载战机的飞行学员 并且过首次选拔 女舰载机的飞行学员 2023年度海军的招飞选拔范图 比网林扩大 选拔偷偷人才 批行的一些事 录取之后 按照出席 中高级教练机训练 主战机型的改善训练课程 进行为期3到4年的 航空领认学习和飞行训练 这也显示重大军军海军 强化培养多层次 年轻的舰载战机的飞行 锤炼舰战机机式地队 储备战备人才 据信用事报报道 印度军方批准 能向在喜马拉雅山路 中一面境修建一定要长达 4.1公里的船山隧道计划 同时决定 向中一面境 增派9000名官兵一架强印度 在印中边境之间 所谓时空线的军事实力 报道是中一面境的高海盘山区 虽然团境机会隔离 修建道路基础设施 十分困难 驻守边境的部队运送 还有后勤估计 十分不易 根据军传的水辣木杂 最清楚 印度目前有两条公路 连接边境的拉达克地区 但地处 拉达克高海盘地区的公路路段 每年冬天 严寒 有四个月是封闭期 印度军方每年在这段时间 需要使用运输机 运送兵源军备可补给 但是在去年 2022年 全年印度就修建了2100公里 通往中一边境的公路 当中三分之一新建的公路 是印度专门的军用公路 这些情况说 印度这次修建这条 船山的隧道完工之后 可以使到印度边境的阵地 和全国公路网相连 印军所 这将使到印度全国的军队 军备的物资 全年 任何时候 都可以运到中一边境的拉达克地区 而目前 印度在边境拉达克地区部署的 兵力大约5万人 这些情况说 中一边境有大约3500公里 中一两国 曾经在1962年 爆发过边境的战争 2022年6月份起来 中一双方在边境对这个冲突 时有发生 2020年6月份 印度军人越界挑衅 中一军人在拉达克地区的 加勒万河谷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波动 造成双方军人伤害 去年 2022年12月份 印度军人再度在喜马拉雅东部的地区 越界造成了双方的冲突 经过双方的军方谈判之后 双方的军人脱离了接触 改为巡逻对峙 根据迅气管的沈郎梦 找到最新情况 印度已经秘密计划向边境地区 增排9000名 经过严格的山地下训练的 边境的武装警察部队关聋 加上到了夏季公路的运输兵力和军备通畅 印度军警在绵长的中央边境 多个热点的接触地区 以及秘密的置顶了 今年夏季武装偷袭计划 军航连事报到朝鲜 今年两个月以来 已经先后发射了 隔离型导弹大型的火箭炮 将近十次 最近还高调的射射 今年第一枚的洲际弹道导弹 以及生成 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火箭炮 不过韩国军方最新的情况分 我相信朝鲜迷积的 射射各类型导弹 本来是想显示打击的威慑力 不过发射合同 却让美日韩 得以获得朝鲜导弹发射的 数据情报 分析出三个特别之处 包括朝鲜突起发射进行的反应时间 打击技术力的局限性 导弹部队战斗序列出现变化 它是生成火星15型的 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 并没有提前的规划 是出其不一下的 突然组织进行的 目的 这要是朝鲜的部队时刻保持 核武力浪的战斗准备态势 检验核威车里 能否随时准备启动 及战斗的性能 不过韩国的情况分析特别是处 从新军恩下令突然启动发射导弹 有准备到发射 朝鲜导弹部队耗时 9小时20分 这暴露了采用液体燃料的火星 是物形的洲际弹道导弹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注入燃料 才可以发射的作战的局限性 这也是朝鲜 部队灯秘密的加快研发 采用固体燃料 洲际导弹的导弹的原因 而日本的防备省 正面判出自卫队的战机 拍摄了 怀疑是朝鲜的火星 是物形的 洲际导弹飞行器的画面发现 飞行器分裂成为多块之后 火花飞箭并且熄灭 韩国的军方专家分析说 这很可能就是朝鲜的 洲际导弹重返大基层失败 因为它重返大基层的时候 温度极高 需要使用碳附和材料保护 而这种碳附和材料 大度产于日本 出口管制严格 朝鲜难以获取 美国韩国的军事上 这样的问题说 朝鲜还没有掌握导弹 冲返大基层之后 精准打击目标的关键的技术 还有就是朝鲜 最新的中级弹岛导弹发射 是由导弹总局指导的 第一红旗英春联之行 而过朝鲜的中级导弹发射 是由战略军负责运作的 导弹总局 只是接决于行政机关 这似乎也反映了 朝鲜的导弹部队的战斗序列 有了改变 正在研判 是否会出现重叠操作 指挥混乱等问题 好 别人介绍朝鲜 今年以来连续的试射 声称新的中级弹岛导弹 包括可以现在核弹头的 所谓火箭炮 还有巡航导弹等等 美日韩高度关注 连接在美国的军事观众员 袁先生已经在美国掌握情报 美国到底怎么判断 朝鲜现在中级弹岛导弹 打击的真正的实力 美国担心吗 可以初步判断 它的固体推进的技术的 中级弹岛导弹 有了巨主 长足的进步 这次之前试射的 这个我们的数据初步判断 应该能够达到 美国西海岸本土 这个能力了 但是具体它到底能不能够 携带那个核弹头 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呢 还不能比较肯定 好 在美国的分析 本周另外交解呢 是美日联合的夺岛的演习 我们知道美日多年呢 每年都会举行多次的夺岛演习 但这次比较不一样 首先特别是首次选择在日本 通常的基地面对台海东海 另外持续30多天 各种战法的夺控岛 而且模拟战法当中 特别针对解放军夺岛的方式 看一个片段 据独卖新闻报道 日本陆上队队和美国的海军 陆上就由2月到3月中旬 持续一个月 在面向台海东海的日本陆岛 现在立岛和重振的 美军设施内的展开 大规模的夺岛演习训练 现在首度由美国 移视到日本境内举行 最新情报说 美日高强度的联合的演习 持续一个月 到3月中旬 最后有800人参加美军900人 美日夺岛两千专门部队 展开了相互的配合 模拟假强敌对攻 包括训练如何强攻 登陆驻载有敌军的力量实施 美日的作战步骤 根据军换了小辣幕上 最新情报 美国和日本最对实施 最对战机 与美军的轰炸机 联合掩护 夺岛部队实弹的登陆强攻训练 美军冲动了云狱数机 和海军陆战队主战在重生的 快速反应部队美军的 第30亿海军陆战队 远征部队 和日本陆上海队 离岛防御专门部队 日本的水陆机动团 日本的三兵部队 第一空兵团 以参与的实弹攻击演练 美日远新的联合指挥部 所目的 是要在与中国大陆相望的 日本的西南驻岛 展示美日的 所谓守陆良期的 夺控岛联合作战应对力 根据军军军 共产生的牧场 最近就把美国 日本这项联合的 夺控岛的军事实践 从2006年开始 一直是在美国的 延伸基地举行的 日本省城 面对中国大陆 解放军的战队 和解放军军方行动 在日本西南驻岛附近 频繁地展开 为了提高日本的 所谓离岛防卫力 近年特别 把在美国本土实施的 俗从铁权的 夺控岛的演练 遗失到日本沿海的基地举行 更在平时 没有驻扎自卫的据点 在日本的陆岛线的 德志岛 习介岛 和第一岛 连面向台海东海的 冲城县内 多个美军基地 包括美国的军机基地 还有美军的陆军的拔场 海滩的战畜 营地等设施 实施轮番的攻击的沿内 突出前沿硬边失态 另一方面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譬如说 考虑扩大日本最终 对于美军海军陆战队 对武器维修和弹药的补给 并研究 在印太地区扩大运用 自杀式无人机 这里攻击性的无人机 极有可能 在台海有事的时候 部署这种美军的武器 攻击解放军的船舰 而在访问中他也表明 如果台湾有需要美国同意 无论任何的军事训练 美国的陆战队 都会提供给台湾 美国的《化学日报》 披露说 这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 自行上讲 将是下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 热门的人选 台海生成 美国海军陆战队 目前正深化 与自卫队的合作强化 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整合组合 美日政府 今年1月份同意 整编美军驻冲程的陆战部队 新色守卫美军的陆战队的 滨海作战团 被奔导近 台海发生军事冲突 美军这个前面的滨海作战团 会否到台海前线作战 这位美军的司令回答出 很有可能 美国海军陆战队研发配备当中的 陆基中程导弹 战术型的战术数量导弹 会否部署到日本 再冲绳呢 他所导弹部署的地点是机密 两三年之内 导弹完成研发之后 会与日本等在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 在台面下 秘密讨论部署的地点和部署的数量 争取加快进度 好 别人听到 每日正在进行的夺控导的演练 这次首度放在了日本的基地 面向东海台还举行 连接下日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 毛峰引力在日本掌握情报 这次美日演习的针对性 特别研究解放军夺控导的战法 美日的所谓反制 有什么最新的打法 从日美联合夺岛演习的具体战术看 实施的是被称为跳岛战术的 机动化 远程化作战的新模式 那么同时呢 也是首次调集了 美国号两栖登陆舰 进行穿意 那么日本大雨号 进行了扫雷方面的负值 同时呢 还进行了远程战力 快速投送 也就是共同运用鱼鹰战机 那么此外呢 日本还有三架 F-15与美国的两架 那个B-1B远程战力轰炸机 和四架F-16 同时展开了空中远程打击的资源信念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我认为这就是最新版的 日美采取跳岛战术 军事介入台海有势的机动远程前沿联合 夺岛作战的一次最大规模的 实战性的联合演习 好 这是毛鸿的分析啊 集到每日展开的夺控岛演练 而且重点呢 针对台海 每日已经实战化的演练 针对台海的所谓登陆 夺岛的演练 本周另外的焦点呢 也在台湾 台湾年度的汉匡演习呢 已经有初步的规划披露啊 而且登陆舰已经靠岸 而且台湾今年的演习当中 有个重点呢 是登陆和反登陆 反登陆可以理解呢 是针对解放军的登陆啊 但是台湾也要演练所谓登陆 找寻全岛的所谓红色茶滩 他也要登陆 他登陆干嘛呢 他登陆是要登陆作战之后 反击包抄 已经上岛的解放军 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两个报道 找台湾军方近年度的 汉匡三色九号军事演习 士兵次元 为进一步验证 台湾北部与中枢卫视区的 作为防卫反击战备科目 验证再度演绎 台北中枢保卫战牟利解放军 可能在台湾岛的北部海岸登陆 台湾军方两栖特种部队 北上实施两栖登陆展开攻防反击 最新情况说 台湾的汉匡演习的兵腿 会在5月份实施 不过台湾海军 已经密密调派了多数的 突击通用登陆艇 三月前 已经密密进驻基隆岛 军方在北部列广的最新演习区域 称为红色沙滩 台湾军方最近 秘密地研究过近期 中国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实施的两栖作战演习 当中解放军的攻台处立部队 解放军第72几栖军 两栖军律 登陆攻击演练的地域 台湾联系山路的地方 非常近似 台湾北部的地形的道路 和林口发电厂一带的滩汗 说明解放军登陆作战演习的 地形第一棒 有明显针对台湾的指向心 美国军方的质口 曾经密密地披露过研究生成 如果中国大陆解放军渡海空派 台湾主导有14处 可能是解放军登陆了地点 不过台湾军方说 这批登陆的地点部分的现状 已经不分是他 加上这个情报公开之后 解放军已经做出了调整 台湾军方也一直在密密地研究解放军 不可能更换了登陆地点 并做出台军的所谓反登陆准备 根据军创的劳目 早就一期的时候 台湾军方这几年重新摩擦勘测了 全台湾新的几个红色沙坛 他们还在同时 他能开阔是与部队机动适合 实施正规的两棲的登陆 台军声称这些红色沙坛 只要防止解放军用来登陆 也要作为一旦解放军真的 登上了台岛之后 台军的两棲部队 用这些红色沙坛 作为登陆反击的轻易跳板 最近情报评论说 台军今年已登陆行 实施了两棲登陆演习 重点选择靠近台北中枢的 所谓北部可以登陆的红色沙坛 以列登陆反空 台湾海军发出的射击通报声称 三月上旭到下旭 分别由基隆的151舰队 在桃园逐北渔港一线沙坛 对外延伸了台湾西北的海域 针对可能成为登陆的红色沙坛 实施台军的所谓两棲登陆 用兵预演 周波登陆演训 并且实弹射击训练 同时有一艘百吨级的巡航 警在海上武装的警戒 另外负责导弹研发室舍的 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也在台湾附近 有导弹对海试射台军生成 因为这个红色沙坛演习的区域 以往曾经有中国大陆的渔船 在附近登陆 所以演习几天台湾的海巡署 会派出武装的官兵定期的驾驶 全地行车 穿梭滩滩头巡逻 台湾联合报道评论说 民进党对于台湾的 所谓海军陆战队 堪称情有独钟 陈水扁 蔡英文执政 都多次的调派 海军陆战队进驻 所谓大台北的周边 今年的下半年 是明年台湾大选 选前的关键的时期 台湾军方今年的海关演习赛局 把登陆和反登陆的主意 至于台湾岛的北部 大台北周边特别高调的调处 海军陆战队 北上实施所谓登陆的操演 军事役以外 还有很浓的争知遗憾 好 本来就叫台湾 今年的海关演习 中天演练的登陆和反登陆 而且在美国背后 有最新的作战规划 提交给台军 稍后来听听台湾 和美国独家的分析 要关注一下 美国声称南海 在今年中美的军机追逐 较量空中的星期 将会升级有可能擦枪走火 稍后来分析 要关注一下 中国海军航空兵的 招飞广告片当中 出现了神秘的 舰载战机歼35 稍后来分析 回到军机关的事 本周关注小姐 台湾今年的汉港演习 有一个科目是台军 也要展开登陆战 除了针对解放军 台军的所谓反登陆以外 台湾也要登陆战 到底有什么意涵呢 今天请到美国的原则间 台湾的施校委分析 先问一下施先生 已经在台北掌握的情报 台军的登陆战 是否已经预示 解放军已经登岛登上台湾岛 台湾要展开登陆战 台湾的地形 严格来讲相当的破碎 那这时候有可能会因为 攻击军登陆以后 防守军没有办法 从四面八方 或任何他希望的 这个战术的角度进行攻击 那这时候逆登陆 就可以提供台湾的军方 一个多项目的战术选择 也就是说攻击军登陆 然后向内部挺进 补给线遭截断 但是这个时候 补给线遭截断的时候 一定还会有 摊头上的防守的人员 那这个时候透过逆登陆 可以让防守的人员 可能遭到防守军的殲灭 让登陆的攻击军 一发的孤立 能够提早达到 防守军希望的这样一个战术效果 好 问一下美国的原则间 已经在美国展望情报 美国不断地增加 所谓派驻到台湾岛内的 相应美军的很多 海巡陆战队擅长登陆 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美国会不会加大 到比如说十个营 或者几个旅都这样军训呢 这个不单纯取决于 那个军事需要 要取决于整个政治环境 那个考虑 如果中美的政治环境 有趋缓的趋势的话 那么这个训练就可能会缓一点 如果是加剧的话就难说 好 问一下台北施校尾 现在台湾也要说 派出两个迎击部队到美国受训 美国增加 与台湾的军事勾连合作 以您掌握的内幕 还有什么升级的动作 对于美方来讲 它透过这种包含特战 还有包含这个救护 还有包含这个人员的 这样一个地面的这样一个协训 让台湾的地面部队 能够在没有经过实战的状况下 就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 对于地面战斗突击 包含城镇作战 以及各种面对敌军的时候 特别是可能是反装甲 甚至这个野战防空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种单兵地面战术作为 都能够有更好的 这个战场的这个状态意识的 这样一个理解 以及将美方实际 他们过去受 实战中的这样的经验 然后直接转化为台湾地面部队 所吸收 这是他们现在之所以 非常需要重置这一方面 协训的这个重要原因 好 接下来分析了本周的焦点 台湾即将举行的汉光军演 今年的秘密规划当中 台军有登陆战 这也折射出 台军战法有新的切入点 看到是解放军有可能 已经登上了台湾岛 台军要展开登陆作战 进行所谓的反攻 这个关注点 我们要密切留意本周的另外的焦点 在南海 美军居然高调地带上美国的媒体 用P-8E飞到中国的西沙上空 被解放军的战机带弹驱离 不过美国说 今年在南海擦枪走火可能性 高达八成进入军情互动 回忆一下军情发展请网友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美军最近高调地 用P-8E的反潜巡逻机 高调地载着媒体 飞到中国西沙上空 几方军派出了金十一战机 带弹进行了警告驱离 网友问一下 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 以您在区内的军事观察 美国说 今年以来已经20多起 这样的追逐对峙 未来今年会不会查枪碰撞 对于北京跟华府来说 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斗而不破的关系 如果一旦破了 有任何的实际的意外状况发生 对双方的关系来说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美方跟陆方 在进行这一间海上机遇 进行相互拦减的时候 都会采取非常小心 跟谨慎的方式来处理 最新的外国媒体都高度地 关注到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航空兵 在招收飞行员的最新的 宣传片当中 有一个镜头出现 是在新的飞行员旁边 出现了一个 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 号称是最新型的 可能是隐形的 舰载战机殲35的相应的画面 也看到了解放军 已经有成型的 有可能是隐形的舰载战机 不过西方也有分析说 这个战机模型 它的起落架相对细小 可能只是模型 不过也显示的 未来解放军招到新的 舰载战机飞行员 一定要飞新的机种 有可能是隐形的 舰载战机称之是垂直起降 短距离请降的 歼35节目最后 看看相关的画面 以上军航空的史下路三 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